熱播中的傳承一丁進入決賽階段 每集上演一對一的淘汰戰 每位參加者都力出真功夫上舞台 作為評判的五穎美 立日出席朋友生日會時就說 節目中的誇張表情並不是節目效果 而是親眼見證藝員們的舞台 才有這樣的反應 原本決賽未必是找我和愛人傑做的 打算找別人也好 打算多些人來看 誰知道我們想一想 不是,我們看著她的成長 其實對決賽的時候 我們再看著她 可能是誰冠亞貴君 其實一條龍是更好看的 昨天很好看的 兩隊跳舞的不同風格 哇,小丑那隊簡直我瘋狂地狂叫 我忍不住那些瘋狂哇那些 不是overacting的太大反應 是我真我性格 TVB裡面 你們這些高層 雖然我現在不是TVB的人 但是很多都非磁中脈 扎實他們,他們演得能表演 真的給他們一些機會 有份參加節目的黃建東 遇上表演man爆旺館舞的 強敵林紫超 最終被淘汰 但是東東以音樂劇形式 化身不同地方人物的演出 也相當精彩 衰敗由榮 而東東也很感謝各方老友仗義幫忙 我剛剛第二回合播了 其實第二回合比第一回合困難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第一回合的比賽 我出過的事,我不想再做 所以很多人都叫我 他說你彈琴錯了 不如第二回合彈琴吧 我就特意逼自己不彈琴 也逼自己不再說唱 以及自彈自唱 所以我在想了很久 我坦白說 後來想到 不如我用不同國家的人 扮不同國家的人 因為大家都很久沒去過旅行 可能大家會掛念曼哥 也會掛念東京 我覺得可以展示不同文化和語言 所以我再問一些 譬如泰國朋友教我用語 日本朋友教我用語 甚至法國 那些朋友 我打了上網救命 我說有沒有人有一個日本袍 有朋友就說 我有,你隨時過來選擇 然後他的大氣衫 就問了一個朋友 他本身認識大氣 他就直接教我做大氣 我覺得很難得 這個時候有這些好朋友支持 在一丁的舞台 看到東東演藝方面的才華 平日生活中 我們看到東東落於撞人的一面 好像日前他遇到街上 有單車手被撞倒地 相關車輛不顧而去 東東不只出post求助 還即時幫忙安撫單車手的情緒 因為他的朋友躺在地上 我問你叫白車沒有? 他說還沒叫 我說不行,你要立即報警 立即叫 因為可能他們很年輕 他們那時候不知道要怎樣做 很憤怒 還有可能他打算打給朋友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這個情況 而且車撞到你而逃了 我說這是很不負責任的 無論哪一方面對不對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目擊 我說車沒理由撞到你 還要撞到兩個人逃了 我說一定要報警 還有一定要叫白車去驗 所以後來我就陪著他們 直到警察來 還有白車來 那我先 好了,那我搞定,我就走了